台中市政府在外埔打造一座生态园区 预计今年9月将要试营运 以大规模回收稻杆为主 利用稻杆高热质的特性 转化为绿能进行发电 预计未来可以处理5万公吨的稻杆 约可提供超过7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这天环保局和农民室共同签署了合作一项书 希望彻底落实循环经济 环保局长和农民共同签署合作一项书 并手持稻穗和引流念 而农民也表示过去稻杆多闲置废弃或习惯就地焚烧 现在市府不但协助收运 也解决了露天焚烧所产生的空气污染问题 那每公吨的回收价是1000元 那今年度为了推广事半 那环保局也在加码 每公吨加码1600元 所以合计是2600元 那可以来增加农民的收入 也可以解决稻杆 露天燃烧的问题 那透过绿能的发电 也可以增加地方的回馈 台中市大量回收稻杆 预计今年9月要在外埔绿能生态园区 利用稻杆高热值的特性 转化为绿能进行发电 初步估计5万公吨的稻杆 约可提供7000多家户一年的用电量 这个动作之后 可以让我们农民 有那个不用再处理 也能提供政府的绿能动作 废稻草也能变成黄金 市府表示 今年除了加码补助农民捆扎作业费 每公斤1.6元之外 也率先在外埔区进行道杆 收运势半收购目标200公顷 希望彻底落实循环经济 记得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